但香港有些傳媒去挑戰 香港亦有很多受眾 去捧這些傳媒推動他們 最後都是逼中央出手 《蘋果日報》不能再辦下去 有些人覺得香港傳媒生態環境受到很大影響 再沒有新聞自由 我自己的看法 新聞自由並不是任何環境下都可以存在 香港的傳媒人只以為這種理念是普世真理 全世界一定如此 實際上是在現實政治下不是一定如是 通常新聞自由 媒體的自由都要在同一個政治體制下 大家有一個相同的價值觀的情況下才可以容許新聞自由 但是如果兩軍對壘 例如二戰期間 民軍不會被希特拉、納粹 那些新聞傳媒在他們控制的地方下 人意有自由的自由經營 不要說自由 連生存都不會給你 派軍隊來 那些人會被剪滅你 派飛機來炸你 中國駐蘭斯拉夫大使館 被美國飛彈誤中 都是因為裏面有個電台宣傳 塞爾維亞的立場 所以不是必然存在 新加坡 開國的李光耀總統 他自己認為在一個新的政治體制成立的初期 他真是大權獨攬 行政、立法、司法、傳媒、教育 全部都要控制在他手裏面 因為非此他認為 一個新的政治體制是無法建立的 香港回歸後其實是 等於建立一個新的政治體制 大陸初期是為了順利回歸 作了很多讓步 李光耀初初都說 香港特區政治智慧不足 實際上這些東西完全不控制在建制的手裏面 你的建制就無法建立起上來 現在的情況就證明如是 很難想像 一個新建立的政治體系 不要說新的 就是已經成熟的 都未必會容許無條件的新聞自由 美國都把伊朗支持伊朗政府的網媒 全部剷走 不要說敵對國家 拜登上台 特朗普的Twitter、Facebook的戶口 都被人封了 大家都在美國還做過總統 所以有些傳媒人以為 中共會容許他們在香港 拆他的台和他的導彈 結束一黨專政 而不動手 真的過去一段時間沒有動手 為何現在動手 因為 之前還要爭取西方 給香港有特殊功能 現在 你們叫了西方 國家叫美國 撤銷香港的 一些 優惠的待遇 都沒有了 現在看到 美國 要對付中國 是因為中國 冒起威脅他的存在 你香港搞成怎樣 美國都不會放過中國 他以前可能還投鼠忌器 現在基本上 都不會再考慮 拘捕了傳媒的負責人 封了某些傳媒 會受到西方怎樣制裁 都正在制裁 預了你來 所以 中美 關係惡化的時候 我已經 提醒香港的傳媒 以前唱的那支歌 國際無法唱 他們要準備走路 不過 不相信 覺得 我在 危言聳聽 但實際上的情況 真的一步步出現 這個 你去到全世界做 都是這樣 美國再自由 都不會讓 伊斯蘭國 在美國 辦一份報紙 辦一份網媒 你連其他網媒 直接 報導 伊斯蘭國 那些宣言 那些 直接的評論 都沒有 只能夠第三者 按美國的標準 去報導 所以 美國仍是 自稱是 文明國家 民主國家 相信 新聞自由 都是這樣做 你對 中共 為何可以有 那麼多 不切實際的幻想 這些 不切實際的幻想 最終 其實是 害虎了香港的傳媒 原本 中國 為了 和平回歸 順利回歸 定了一套 方案 希望 既可以 取得西方的 優惠 又可以示範給台灣 香港的傳媒 這件事被香港的傳媒 都破壞了 令到他 這齣出氣都做不下去 他原本想著香港 人 或者香港傳媒 怎麽都會明白 八條紅線在哪裏 哪些地方是 不能過得 但是 香港有些傳媒 就是去挑戰 香港亦都很多 受眾 去捧這些傳媒 推動他 這樣做 最後 都是逼中央出手 你出手後 香港 以前 其他地方都不是用意見的 一些新聞自由 空間就不見了 現在 你說少 香港都仍是有一定的新聞自由 但是 問題就是 傳媒究竟是 大家鬥勇 去踏紅線 或者別人 不踏紅線 你又說別人是 自我審查 實際上所有的 編輯 都要 作 審查 你要自己的報紙 有報紙的辦報方針 有報紙想達至的社會效果 怎麽可以 純粹只是去挑戰 現在的宗主角的 則政黨 才叫做 又是 傳媒自由 那些以前 說別人 自我審查 最近逐一自我審查 章已經 發表了文章 上了假的東西 自己都 撤下來 有些還要 離開香港 不辦下去 也有些政黨 被迫 要說遊行 示威 政治活動 都不再參加 當時大家想 你是會 為了你的理想 堅持到底 但是 一遇到 阻力 亦都要 打退堂股 如果你是 一早 遇到退堂股 你應該跟 香港人說清楚 但你 帶領了香港人 帶領了其他的 傳媒 去 行一條 行不到的路 最後 回頭 移回頭 空間 比之前 少了很多 你參與政治活動 不能夠只說理念 你要說最終的實效 所以我自己覺得 有一群傳媒 當時 做的 其實 不是純粹 為了香港人的利益考慮 如果為了香港人的利益 為了香港傳媒 的生態環境 有些事情根本不應該做 因為做了也不會有效果 現在我覺得反而真的要 重新定位 哪些地方 是可以做 可以 促使 特區政府也好 北京也好 做一些 真正對香港 有利的事 不只是做一些 聽起上來 政治正確 但實際上 是達不到的 香港傳媒 當然應該為香港人的 利益服務 但香港接下來 可以走一條什麼的路 是受到 時空的限制 你只能夠 認清楚 哪些是 可行的路 知所行止 你才能得到最佳利益 喜歡明家分析 記得按LIKE和分享 支持和訂閱 卓健明家 最重要是按下這個小鈴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片 再次按下這個小鈴 請按下這個小鈴 再按下這個小鈴